-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现在收听周路看的是灿烂时光 会客室 我是杰鸣主持人观众想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示新闻一体中心 公民行动已运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我们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9点半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会网站 我们会有后续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在前一两个礼拜 其实非常非常行 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了 就是电影赫税片大尾如曼二 那这其实在之前就是播过第一集 那现在播的第二集 而这电影播出之后呢 其实引发了一些讨论 其中的讨论包括了台湾的赫税片的水准 或是台湾的电影制作的整个这种 所谓的劳动条件或者是资金等等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更关切的是 里面恐怕隐含着所谓的歧视性的议题 特别是在其中一个片段是在谈到 这个有关蓝语达物族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或者是在讨论当中的一些表现 所以在这个事件引发之后 我们看到原住民电视台 也有做了一些节目的讨论 也可以看到网友的一些不满 甚至当然有一些支持的声音 当然包括立法委员高禄以用 也发表了在脸书上面发表的声明 还有立委陈寅也要求 邱里宽导应该要盗窃 这个议题其实不单只是一个电影环境产业的问题 恐怕还有整个文化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我们新科的立委高禄以用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委员你好 老师好 时光灿烂会特市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禄以用 我想先聊一下 你自己从转换跑道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你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也是一个参加台湾原住民运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NGO的人士 那转换的跑道之后 其实从2月1号到现在大概差不多 20多天的时间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我发现就是 在任立法委员这个工作 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 是非常新 然后从素人转换跑道到立法院 那很多东西必须要熟悉跟上手 所以从上任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那我其实在2月1号前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一个素人的角色 但是2月1号之后呢 虽然现在的职位是立法委员 现在的工作是立法委员 但是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还是一个就是原住民的青年 原运的青年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原运的长辈在跟我聊天 他就说 你要把自己当作就是说 你是一个就是原运团体跟原运界 跟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我其实可能自己心情也还没有一时之间去做转换 我就回了那个长辈一句话 我说难道我做了一个立法委员 我就不是原运的人 不过我会觉得其实 其实其实你虽然现在的职位是一个 一个大义士 然后一个立法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原住民 我一定还是会站在我原住民的角度 然后呢 本着自己就是原运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持续的为原住民发声 那当然了就是说因为我是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同时我不只是要代表原住民族的价值 我也必须要为少数人 少数的族群以及弱势的族群 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主流社会 没有发现的这些族群的跟声音 为他们争取权利 虽然委员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咨询 在我们这录节目的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看到新的会期 然后新的委员包括黄国昌 或者是包括蔡肥会 这过去在社运界 也非常用心的这一批人移植到了立法院 我没看到他们的表现 那当然委员刚刚特别谈到说 即使你是一个立法委员 但是你还是一个原住民运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 也应该站在这原住民的一个本体的立场 来进行这个发言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对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期待 那虽然你还没有正式咨询 可是你在你的脸书上面也已经 对于所谓的前一阵子的这一部贺岁片 大伟卢曼二提出了一些看法 从一个原住民运动的角度 或者是从一个原住民立法院的角度 你怎么去看待这一部电影呢 你为什么要去发表那样的一些声明呢 我想我当然一样 我是站在原住民运动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事情 当然了就是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一个贺岁片 可是呢 从这个里面的文本去看 从那个内容去看 其实在有关于达悟族的相关的片段的诠释 其实很明显的 它其实是在贬低一个民族 因为在过去我们遇到很多的 有关于媒体电影 或者是电视 他们常常会使用 就是拿一个民族 作为一个嘲笑的素材 或是当做一个玩笑的素材 其实这是对台湾的原住民族 或是其他的少数族群 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到 所谓的其实它本身 它就是带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再来呢 它可能会是无异 但是呢 它这样的刻板印象 会加深这样的一个族群 更加的弱势 更加的弱化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 有提出三个诉求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导演 这个电影团队 他必须为他们 就是这里面 使用一些歧视化的影片 使用歧视性的语言 跟这种电影方式的诠释 而道歉 第二个 我请他们 主动性的去修改 他们自己的 自己有关 有问题的影片 第三个 我是呼吁国会 能够跟我一起共同的 去推动反歧视法的 这个立法 所以其实 我提出这三个诉求 有人会说 你凭什么代表别人 或是说 你怎么会站在一个 立法委员的这个角色 去对于一个电影 然后对于这个导演 这个电影团队 去要求就是说 你要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今天立法委员 他不是一个审查的机关 他不是政府 不是行政的机关 立法委员就是一个待遇士 我站在一个人民的立场 站在大物主的立场 去发出这样的声明 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 所以其实有三个主要的诉求 一个是要团队道歉 第二个是要去 希望他们能够修改 这些不当的片段 第三个就是要 未来要去制定 所谓的反歧视法 我们待会会在针对这几个部分 再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多人 会觉得这是一个喜剧片 那喜剧片 其实开开玩笑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原住民的社会里面 甚至好了 每个每一年过年 台湾农历的过年 还有人的过年当中 这原住民电视台 或是在公共电视里面 都会有一些原住民讲笑话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这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会常常亏来亏去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就是一个笑话 它就是一个 这种所谓的喜剧 那原住民本身也很喜欢开玩笑 那为什么不能够让大家开玩笑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看一件事情 绝对不是说玩笑就没有问题 没有意 就不是歧视 或者是说 你只是无心 就不代表 就是说你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 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多面向的去思考 说它是不是影射到什么 就像说这个片 这个虽然是一个喜剧片 它是不是影射到一个族群 但是我觉得以正常人的角度 以一般人的角度 他一看就知道是打悟族群 所以如果是说 你当然你如果做出伤害 或是不尊重到别人的事情 你只要是用 我只是一个无心的 我只是开玩笑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过去都有了 例如说很早以前的 这个报告班长系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班长只要一喊向右转的时候 其实总会有人向左转 那那个向左转就是天兵 天兵通常就是原住民 或者胖子这种角色 所以过去已经有这样一个歧视 可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原住民族基本法了 那也有原住民族电视台了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推动的这个原住民族的 这些母语的教育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在立法院 也有原住民的委员 那这样的一个歧视 似乎在最近这几年 相对之下越来越开放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文化多样性 看起来越来越丰富的 这种在这种所谓的阶段里面 甚至在政治的政策上面 也都大力的推动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歧视性的问题 或是歧视性的节目还是存在的呢 我在想就是说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族群平等 与尊重这样的一个教育 跟深化不够彻底 就比如说在课纲里面 提到原住民族 可能就只有那几块 所以不会有人去认认真真的去思考说 这个土地上有这么多元的文化 或者是说有关于新住民族的 新住民姐妹的权势 在课纲里面也是极度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只就是说我们在教育 在多元文化跟平等族群 平等的这方面的推动 是非常的不够彻底 而且是不足远远不足 造成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领域上 或是在不管是在媒体 或是电影的诠释上 它往往不够敏感 那我们常常就是可能就是 遇到一件事情就 这个族群之前赛德克巴莱的事情 那个铁石巨玲珑 它就是用谐音 然后去影射 就它其实它可能也是武艺 它觉得说用谐音很好玩 但是它重重的去伤害到赛德克族人 所以我们圆运之前 或是说这些受伤害的族群 它自己跳出来 可是呢跳出来之后 往往是要看 制作这个影片的人的道德良心 然后它决定它要不要道歉 这样子是不足的 就是说我们除了 除了就是说 用自己被伤害的族群 去出来呼吁之外 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去保护到 这些特定的族群 少数的族群跟弱势的族群 所以台湾 台湾要迈向进步 或是迈向族群平等 我会认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要走 前代两个别这样子说 在一开始在过去 可能都是在于所谓的文化教育 它是一种相对之下 是一种多元发生 或是一种所谓的正向 透过这种所谓的发生的过程当中 慢慢找到自己的这个主体性 可是从一个 这是一个在政策上比较正向 可是你提到的所谓的反歧视法 会不会是在一个在政策 在立法上面相对之下 要用一种比较禁止的方式 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老师你可以讲 所谓的禁止是什么 就是禁止一些歧视性的语言 禁止歧视性的语言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族群平等这个东西 不管是在宪法 在整个国际的人权的概念上 是我们非常注重的 但是言语这个东西呢 言论或是言论自由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 那么在我自己认为 反歧视法的这样的未来的 蓝图跟制定的方向 我其实不会认为 一定要在一个事前 做一个事前跟严格的审查 跟禁止 因为我们同时必须保障 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 表意自由 表现自由 但同时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对于就是被伤害的族群 或是常常容易被歧视 被伤害族群 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法律的工具 让他能够自我的保障 或是说能够去对抗 那这个其实在台湾是没有的 我举一个例子 在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有一个夜店 他为了要去宣传他的一个活动 那他这个活动 主题是风年纪 所以他的宣传影片 全部里面的人 都是穿着阿美族族服 那他不是去强调那个欢乐 而是他是把那个夜店的形式 像是酒店的方式去呈现 让阿美族的女性 穿着族服跪在客人的面前 提供酒饮 然后再强调就是 喝酒的方式有五花八门 总之就是用很 让我们那种刻板的印象再加深 就是原住民的喝酒的习惯 可以就是这么的 这么的夸张 然后呢 再把阿美族的女性呢 去矮化 或是贬义化 那当时呢 其实我们阿美族的年轻人 有不断的 不断的去抗议 然后要求 要求这个夜店道歉 我们穷极所有 的方式 希望去改变这个事情 甚至到最后 我们还要 还去法院去案灵控告 控告这个 就是这个歧视的问题 可是老师你知道 到最后是怎样吗 后来的发展是什么 在法律上 完全没有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案灵控告了 要检察官已经送 到法院最后 就是财地驳回 理由就是你当事人不适格 所以在被歧视的 这个族群 你没有办法 用个人的名义 去提 就是寻求法律的途径 法律的救济 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说当这个伤害 像这样 像2013年这样 夜店伤害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你觉得受伤害的人 能够怎么办 如果对于这个被歧视的人 他手上没有这样 法律的工具 或是申诉的管道 这时候只会让被歧视的人 他越来越被贬义 那这不是我们希望 台湾未来的发展 因为我们台湾希望 走向多元社会和谐 然后互相尊重 我觉得言论自由很重要 但是言论自由 它真正的价值 是在于它能促进人类的进步 没错 但是你觉得像 大尾罗马那样的言论自由 表意自由 是有价值的吗 这跟新闻自由 我们以前在读新闻自由 的这样的方向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新闻权它是一个第四权 人家会说是文明王 但是我们也知道 新闻自由它也有所限制 它觉得会是限制在 不能歧视 跟违反人权的情况之下 那也因此 我会觉得是说 我对于言论自由 绝对是反对 在事前的审查 跟严格的审查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让被歧视的人 他手上有这样的法律的工具 他一定要有一个救济的管道 再来呢 我会觉得反歧视法 应该加入一个机制 就是让我们台湾 每几年去做一个检视 就是我们歧视的指数 这才能去推动 整个台湾的族群平等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谈 在实际的这个做法上面 不过刚刚委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 即使在言论自由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言论自由的这种所谓的目的之下 那个所谓的彼此的尊重 或是不去伤害别人 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低限 最低限度的原则 可是它就会回到一个在现实上面 好如何认定的问题 今天它可能是一个 我今天可能只是一个创作 这个创作它可能也不尽然 真的有太大的这个歧视性的目的 先不管这个所谓的 它的背景是如何 那可是当时有些状况 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常常会有在这个争论上面 它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那假设这个反歧视法定了之后 谁去决定这个东西是歧视 谁去决定它不是歧视 假设说了歧视性的演员 它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这种惩罚 我们待会再休息一下 之后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回到灿烂直观会测试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市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等大家邀请到的是 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高禄以用来跟我们一起谈 这个从大尾鲁曼 鲁曼二人来看 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跟反歧视的问题 委员你好 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谈到你自己本身对一些反歧视法的一些看法 那不过回到这个反歧视法 其实在很多国家虽然定了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争议 那另外这个所谓的反歧视的 这个所谓的范畴 恐怕也不会是只有在族群的这个部分 有些国家甚至包括在性别年龄外貌 甚至在体重上面都会是在这个反歧视概念 里面所保护的这样一个范畴 那以加拿大这个所谓的 有一个叫做煽动仇恨罪的这样一个议案里面 就界定所谓的这个界定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歧视 就是它不能够去提倡种族灭绝 或是对某种类人 某类人去做出所谓种族灭绝的行为 那甚至你也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主张 可是这个其实就常常会有人觉得 它虽然是一种保障 可是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一种伤害 所以为了要减少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伤害 在加拿大的这种所谓的煽动仇恨 在议案当中 它也定出了这个所谓的 例外言人者 就是说如果说这言论是跟公共利益有关 或它是一种所谓的真实陈述的话 那就不在这样一个范围的限制 我不晓得你在这个要推动反歧视法的这个部分 你怎么样去去界定这种所谓的什么叫做歧视 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那如何又去界定这个所谓的歧视的范围 是什么样的机构来做这些界定呢 我会认为就是说所谓的歧视啊 其实它往往会发生在优势族群 去压迫弱势族群的情况底下 所以其实歧视的东西 它本来就可能那个族群 它就会比较清楚 它一定是特定容易被歧视的族群 以及少数的族群 或是我们可能说的 可能我不喜欢讲弱势 但是还是要讲就是它会是弱在弱势的族群 而这些族群呢 它通常在被歧视的时候都没有办法 就是很难的去翻转 或是是反击这种被歧视的制度或是语言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令制度化 让这个被伤害容易被伤害的这个族群 能够有一个法律上的工具 我不敢说是制度上的保障 其实它至少它会有一个法律上的工具 能够去保护自己 再来就是说 刚刚讲的那个加拿大有关于 就是禁止仇恨的制造仇恨的语言 或是仇恨制造族群的仇恨 这个东西我们在台湾的 2009年签订的两公约 在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公约的第19条 就已经提到了 我们在对于就是言论自由这个东西 其实它一开始 它的第一项就已经表明 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干预 任何人去传达它思想的这样的权利 那表意自由这个东西 不管是艺术的表现 或是像我们说的电影 这样的一个表现 它其实负有一个东西 是它负有特别的责任跟意义 所以也因此它可以 可以去因应就是这个国家的环境 或是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 得以去制定法律 而这样的法律本身就是要在什么基础上 就是族群不得去侵害他人的权利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那20条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限制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 它就是不能制造仇恨战争 这样的限制这样的言论 它是一定要用法律限制 但我们谈歧视它有大有小 今天有关于就是仇恨 制造仇恨的言论 这个东西是绝对是禁止的 可是在言论自由当中 我们对于这个反歧视法 我会觉得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救济的手段 给这样的一个容易被歧视的一个主群 所以我对于就是说 言论自由牵涉到歧视的时候 要不要有一个审查的机关 我觉得事前的审查是不能要有的 因为法律本来就不限制 就是含 就是说你的思想 你的什么东西 但是呢当发生一些侵害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最后的司法的手段 所以我倾向是在这个后端 当这个受侵害的人 他有一个主张的权利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他是不是 歧视的语言 这个东西到最后都要 都要做 做比较细致的 细致的比较 他也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设计 但是像这个东西 最后还是要留到司法去判断 而司法判断 他是不是歧视 他绝对会要把各种权利拿出来 共同比较 就是说今天是碰到的是表意自由 他的创作自由 再拿这个平等的权利 就是我们说的反歧视法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法案的语言 我们其实如果要真的要立一个法 我建议是用族群平等法 他是不是侵害到族群的平等权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交到后端 最后的一个手段 司法的手段去判断 也是最后还是会一个所谓的法院 来做这种判断 但是事实上回到一个在新闻实作的 或是在一个媒体实作的一种情况来讲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台湾虽然没有一个叫做反歧视的专法 可是一些反歧视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令里面 其实有例如说在移民法里面 或者是在所谓精神卫生法里面 其实就有限制 这个媒体在报道精神障碍的时候 他不可以有这种类似歧视的这种情况 是啊 就变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媒体朋友告诉我说 因为有这个法令出来之后 他以后都不报道精神障碍了 因为他怕动辄得救 我要讲的那种所谓的言论自由 他恐怕不是说你今天说了什么 而被禁止了 而是说他可能连说都不敢说 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问题 你说寒蝉效应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 那个媒体工作者要再教育 就是 那就表示说我们对于 就是反歧视的概念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深化 所以呢 大家是 大家会怕就说 我能我动辄的就 我触犯法律就不敢去做 言论自由 像新闻自由绝对是一个 要我们十分去尊重的一个权利 但是呢 大家其实要真的是要 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要好好的去 透过国家的教育的体系 或是什么任何的体系 真的要好好的教育 教育我们的国民 就是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什么叫做歧视 那这个东西可能未来 我觉得在法案的推动的时候 真的必须要把它加进去 不然大家都只是做片面的理解 今天你有一个导演就说 某个立法委员主张 要求他删除他的片段 这是打压他们 可是要知道今天我也只是 表达我的言论自由 我也没有在 如果大家可以反复 他可以反复的去读我的 看我的生命 我也没有说删除两个字 我只是要求请他们去修改 那这个东西也是 要去看他的道德良心 回到一个实务立法的现场 这个所谓的现状 事往哪里看 委员什么时候会提这个法案 不管它叫做族群平整法 或者叫做反歧视法 那在立法院当中 目前有相关的讨论了吗 我下礼拜四会办公厅会 会先办公厅会 因为这个法案推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他需要各界的声音进来 来讨论 比如说有些比较主张自由主义 就是完全的自由那个东西 可能有些学者就会觉得说反歧视法就是会限制所有的自由 可是也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新住民姐妹的团体 原住民的团体或是其他的身心障碍的团体 他们也很想跳出来就说我也必须要得到一些保障 没错 那这些声音我是希望就是在公厅会的时候 大家能够互相讨论找出一个最大公约性 但是就是在这个内容的时候讨论 针对就是反歧视法或是族群平整法这个内容做讨论 所以可能就是礼拜四的时候会有第一个公厅会 然后我们在公厅会之后会把初步的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就是法案的初步的法条内容的准备 但是我们必须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民参与的机制 让各个生意各界的生意能够进到进到这个公厅会 作为我们拟定这个法条的一些方向 这样子 OK我想这是在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令 虽然它恐怕会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过其实就是特别谈到的 这是一个对多元族群的一种所谓的尊重 甚至一种制度性的 至少它必须是一个究竟上面的一种保障 那这是不是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伤害 恐怕也必须有更多细致的这样相关的设计 先非常谢谢高路医院委员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接受访问 希望以后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请教相关的问题 当然我们更期待从一个选民 从一个民众的角度更期待说 你不会是一个立法委员而已 你还是一个原住民运动的重要的工作者 非常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法委 谢谢我们的同众再会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时间 还来不及反省 散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